夏天房车必备的神器 可以把快充电是慢充 这样房车就有电了 我们在绵羊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停车场 这边是一个公园 特别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去绵羊最出名的马家巷 去吃小吃 我那个充电桩还挺不错的 可以带动两个房车 这样两个房车都能用到空调了 就我老的时候搞得非常贴动车 出来就玩 这也挺好的 小李的轰还是吹着了马家巷 马家巷 让你们暗厨之久 这一排就全是吃的了 我们现在找一找看哪一家味道最好 好像这才是走到真相 明显人多了起来 三个 一块钱三个 明显人多了好多呀 遇到这么多好吃的都不知道选哪一个了 还有一条小巷子 天气太热了 先喝一杯奶茶 我跟他们走散了 人真的好多好多 这边已经热得不行了 第二杯 这是一个冷红点 咱们吃人品的 我等会过去吃一个 就看到花姐就走不动路了 二十块钱一份 感觉好像走到头了 这个冷超级超级的多 已经馋海鲜了 就这么一点点要四十二块钱 吃完的锅锅鲜 还没吃饱 接着到下一个回事 已经逛到王府井这边来了 测量宁温 进入商场 没什么能啊 而且灯都关了 后来才知道 是算这边严重缺点 绵羊这边热的 电力都没有 连月王楼都 灯没有亮 然后江边的灯也是两盏 两盏是吸的 一盏是亮的 你就说四川这边温度热不热 给小花热的 出去跑了一圈 这个街景啊 只能靠空调来续命了 再见